诶 晚安 大家晚安 猫猫猫猫猫猫 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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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飽了嗎 吃飽了 算吃飽 但是我的逆食 我的進食時間還沒有結束 意思就是我其實 我雖然吃過了 但是我還在吃 這是不對的 我需要網路 我今天穿這個 一個 白T黑牛仔褲 但我應該 就是應該算是吃飽 也沒有到完全飽 可能五分 可是很怪 我今天 我剛剛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在幹嘛 然後你們就可以知道我吃了什麼 晚安 Welcome 有嗎 有 有了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 好吃 雞蛋糕 好久沒有吃雞蛋糕 因為它不給我臉 為什麼 我剛剛 我剛剛把安拿去再烤箱烤一下 因為它 冷掉了 嗯 嗯 嗯 好吃的 好吃 好吃的 太好吃了 我剛剛住著叫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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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門全門雞蛋糕 3600刀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梗 因為 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什麼 Yoyo台還是什麼台 它就播那個什麼Line 來唱 就是Line的角色人物 的一個卡通 然後他們就有玩那個什麼 什麼踢罐子 然後 饅頭人就在唱這個歌 然後我才會知道這個東東 所以真的不是我們同一個年代 只是我的 我年代的卡通在播這個懷舊的東西 阿 竟然頭取什麼王冬 它好像只有播一段時間 後來就都沒有再看到了 我是看過吃飽不要 馬上 吃飽不要一直坐著 就是 比較不容易囤積脂肪 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個是個悲劇 大家等一下請聽我微微道來 悲劇 好我再吃一個雞蛋糕 是美樂蒂嗎 跟你們說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吃過布丁狗的雞蛋糕 除了我很久以前在板橋車站吃的 布丁狗的 那是什麼啊 我忘記了 布丁狗 人形燒 除了那次 怎麼失望 沒事啊 一下就回來了大家 大家有發現我要暫停活動嗎 講了一個非常平 非常平靜 而且你們知道我要賺點活動 還是你們都沒有看到公告 應該算難過的 其實我蠻難過的 其實我很難過 就是 想到 就是 接下來三個月都不能表演 然後不能看到在家 就覺得 然後 我有給他打點預防針 我不能吃他說雞蛋糕會燙 我不能吃他說雞蛋糕會燙 我把我的雞蛋糕送出去 就是 就是 想到 啊 接下來 就是 三個月 就是 DISAPPEAR 大家會想我的 你們 你們也不要太想我啦 就一點點 還記得我的存在就好了 但就是 我也沒有說我不想修 不是啦 我在講什麼 就是 我想修 我修是一定要的 但我還是會 喔小可惜這樣 然後 然後 不會省下了 什麼意思 然後 我要講什麼啦 謝謝酒蛋 沒關係 你不想我沒關係 我可以 我OK 就是想要 就是有一陣子 可能不能見到 成員們 不能見到我們 銀花族 不能見到 一不小心 不能見到子萱 雖然我跟子萱已經很習慣分開了 哈哈 不能見到 粉絲大家 不能 對 但也還好 OK 畢竟我是 有 任務在生 相信這段時間 應該蠻快就過去了 我真的覺得 一定馬上要過去了 現在已經快要倒數一百天 我非常害怕各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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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可以啦 我只是說在 表演 不能跟他們一起表演 這樣 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 之前劉小琴就說 你可以找我們吃飯啊 反正你就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表演 什麼時候 幹嘛 沒有啊 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去找 我的寶貝們 呵呵呵 還是會去找我的 可愛寶貝們 我說不能跟大家一起 表演阿 這樣 沒那麼可怕啦 我還是一直出現 我還是存在 在你們的心裡 對啊 沒有啊 就是不能一起表演 就是小小可惜 對 小小可惜 大可惜 好可惜 可惜 當了嗎 它上面寫網路不穩 是也沒有到完全接觸不到外界資訊的地方啦 我每天都可愛 好 太多了 欸 它一直寫網路不穩 有了嗎 有了嗎 我肚子一直叫 是什麼意思 對啊 我1月就回來了大家 我從11月 12月 11月 12月 跟1月 好 我會 我會教大家刷一下我的存在感 真的假的 現在等一下好了吧 不是 可是我剛剛吃了一個 等一下再說 好我們從今天 我們直接進入 阿 阿 總之先做個小結尾 做個小結尾 就是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AKB48 TTP UNI 撒垮是當極的討厭 來網路不穩 沒有 好燙喔 我把那個拔開啦 我現在又要來進入這個 手機殼拔開了 對啊 我現在又要來進入這個 這個 神秘的視角 這個手機殼真的是有點難 拔開耶 我覺得很怕把它廢出去 唉唷 好 你幫我 這樣 OK 好 然後這個拿下來 什麼現在還行 等一下 我已經把手機殼拆掉了 蛤 我剛剛說撒垮怎麼了 我有說撒垮怎麼了嗎 有 我們說撒垮 我說 我說 所以AKB48 TTPUNI撒垮的 正家喻 即將 喔 傻眼 即將在 2021 11月 1號 開始 暫停活動到 2022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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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是嗎 公告是這樣寫的嗎 還是他只有寫11月到1月 還是他怎麼寫 笑死 你們真的不用緊張 在我 我這裡不會講出什麼警報的消息吧 好 再一次 好的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嗯 大家好 我是AKB48 TTPUNI撒垮的 正家喻布丁 那我即將在 11月1號到 1月 好再一次 卡 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B48 TTPUNI撒垮的 正家喻布丁 我本人即將在 2021 11月1號 開始到 明年的 2022 1月 31 這個期間 做一個 暫停 做一個 暫停回動的動作 如果不便 請多多見諒 希望 希望 各位 都會 思念我 好耶 對我講了三次 怎樣你們還想要正聽一次嗎 重來 好啦 重來 要好好講話喔 布丁 好 大家好 我是AKB48 TTPUNI撒垮的 正家喻布丁 我本人 即將在 今年 2021 11月1號 開始 休息 暫停活動 到 明年的 2021 1月31號 在這段期間 希望大家不要太想我 然後 敬請 期待 我回來 拜拜 好這次應該好一點了吧 謝謝 Steven 送的 直撲的守護靈 對啊公告上面都有寫 有在看嗎 你有看嗎 阿華 有吧 上面都有寫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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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倆送給你們聽喔 我現在素顏怎麼可能 我看起來很像素顏嗎 我會說 睫毛膏眼線 臥蠶 口紅 腮紅不太明顯 傻眼沒有 我11月才看 請姊妹們 姊妹們 姊妹們 因為我最近 很常講這句話 姊妹們 為了專心準備學業 四位成員之官方 是 四位成員之個人官方 帳號 InstagramLonglife 也將從上述時間暫停更新及播出 還請大家理解成員的決定 未來也請繼續支持AKB48TP 好啦 跟大家說 扣除這次我還有 還有幾次 三次 還兩次啊 三次吧 好像還有三次直播 我忘記了 還有 還有幾個 還有幾次啊 一 二 一 二 三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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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還有三次的機會 可以見到我 請在這幾段 這幾個直播 鎖定我的 對 我下一次是 什麼禮拜五 再下一次是禮拜四 再下一次還未知 OK 請大家 務必在最後的幾次直播 好好的看著我 謝謝大家 追著 謝謝大家 我很感謝大家為我加油 對 今年剩三次 今年 下一次看到布丁的直播 就是明年了 很快 我之前就 就已經叫你們 好好珍惜我的直播 叫你們好好看我的直播 怎麼辦 我有這樣講嗎 謝謝修哲 呃 大家 大家真的不用太太想我 要想我 但也不用太想我 這樣 因為 我很快就回來 真的很快 可能 就是 欸 布丁不猜剛剛休息怎麼回來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小豬的好憂傷 對你們可以期待 明年 再見到我 對 你們就在想雨不想中間就好了 然後中庸指導 布丁最討厭哪個科目數學 討厭數學 討厭數學 布丁誰 喔 欸 我們有這個成人叫鄭家喻嗎 喔 真的喔 好 之前都沒有看過他耶 是 是新來的嗎 我愛英文嗎 不愛 因為我 英文還好 所以我不喜歡 好 真的數學不行耶 我已經很努力在喜歡他了 不會啦 雖然說好像 蠻容易在這種 準備大考期間胖 但是我會努力的 好嗎 我現在就已經在 努力吃 不是啦 我現在就在努力撿了 我最上場哪一科 我 肥膜 考最好的是社會 但是我這個社會真的是在我的 沒有應該說 怎麼講 社會有點 因為我平常有時候考 只有地理啊 地理小考的時候考很爛 可是我社會科還是最好煩耶 這樣我到底要不要好好專心念社會科 而且 哎呀 我是社會組的耶 我比較 我還是 我今天手機超燙 不知道為什麼耶 請大家 請大家 多多見諒 我想想有什麼辦法 還是要拿冰帶來啊 還有我去冰箱前面直播 手機想我了 沒有啊 手機還是會 就像我在準備 它還是會出現啦 真的喔 對啊 我有開冷氣 因為我開電風扇耶 我已經開冷氣了耶 有啊 我開了 沒關係 現在沒有再充電 還這樣 它壞掉了 它老了 哭哭 我還要講什麼 好啦 還是要講點正經的話 正經的話 就是 呃 這三個月呢 不一定會 好好努力加油 然後考到 理想的大學了 希望能 達到 我理想中的學校 希望呢 能 給大家一個 交代 跟一轉交代 就是 當然是希望 這陣子 好好沉澱 好好努力 好好加油 然後以一個 完美的姿態回歸 謝謝大家 完美的華麗的轉身 然後 以一個超級美麗的姿態 然後不要變胖的 模樣出現在大家面前唷 對 耶靈大盗 好 我加油好吗 我加油 耶靈大盗 我加油哦 对 好的 我会尽我的权利 不要辜负我智慧王的名声 虽然说我不能预测我以后到底会不会变胖 但我会努力不要让自己变胖 这样有达到 这样就是我努力过 我今天差点要去买手摇了 但我没买 但我还是喝了布丁豆浆 因为去布丁套餐 谢谢大家的鼓励 没有一直读出就很容易想吃 然后吃了之后 就会变胖 绑手太难了 不要不要 太困难了 你现在去已经太... 吃什么 哦 大利主回来了 我刚才知道他买了鸡瓜 因为他说他要去买咸酥鸡 他真的是很怪異耶 我在减分台买咸酥鸡 但我又突然有点想要吃地瓜 我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 我就超爱吃 那个咸酥鸡店的地瓜 就特别喜欢什么干梅地瓜 炸地瓜 特别喜欢炸地瓜 然后有一次 有一次我就 这三号就买了一袋地瓜 我就拿去气炸锅炸 炸超久 超过一个小时 超久 应该说是烤地瓜 拿去气炸锅烤地瓜 好炸地瓜 好没关系 它就好久 然后 但出来就是 普普通通 就是 很像超香的地瓜 我不知道是我的技术问题 还是怎样 反正 就是 它就 就很久 也没有干耶 也没有干耶 我跟我气炸锅 还不是很熟 我还是不太了解 它的习性 就是 到底什么东西 要怎么样才是最好吃的 我还没有 还没有摸透它的 欸我也好久没有吃地瓜 以前三号的姐姐就是我阿姨 就是二号的妈妈 她以前卖地瓜球 很好吃耶 好久没有吃到他们家的地瓜球 哭哭 推荐用针的欧 因为我想说 既然都有气炸锅 就来试试气炸地瓜 没有 他们刚才从夜市回来啊 姨豪跟桑 他们刚才从夜市回来 我想他们买鸡蛋糕给我吃 我就吃了 欸我吃了几个 两个吗 我就吃了两个鸡蛋糕 现在 现在 没有 不算 欸我的地瓜勒 就是她以前是自己嫁 但是她现在 是给 就是 去雇佣 员工 去嫁 大家懂我意思吗 没有啊 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 我今天去哪里 好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讲 可是我现在 我到底我要 等一下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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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样 总而言之 这我真的很喜欢讲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每次写生日卡片的时候 写到最后都写总而言之 我很会写生日卡片 我超级会讲废话 对如同现在 您各位听到的这样 我写生日卡片都会写很多废话 大家如果不会写生日卡片的话 可以咨询我 我超会写生日卡片 超会写废话 就是 要说 我来给大家举例好了 假设今天布丁 好 随便给一个名字 果冻 好果冻 假设果冻今天18岁生日 好了 然后呢我就会写 爹果冻 哇 祝你生日快乐 恭喜你 18岁 哇 18岁成年了 哇 你可以去考驾照了耶 哈哈 你可以考到驾照 可以来载我一下 哦 类似这种 然后呢 然后再说一些 哦 每次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很疯 然后跟你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疯 什么的 哦 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哦 假如说哦 从高一认识你的时候 都没想到我们会变这么熟耶 哦 到现在可以跟你变这么熟 真是太开心耶 真的好喜欢你哦 之类的 然后呢 再来还可以写什么呢 或者是你突然想要什么 灵机移动 都可以说 哦 然后你还记得我们哪一天的时候 在哪里吃什么 哦好开心 这种 你如果真的想不到 也可以塞进去 然后呢 再来你还可以写 哦 然后我送你的礼物是什么什么什么 哦 假如我送你一个珍珠奶茶的包包 就是哦 因为我记得你超爱喝珍奶 可是我想说 我想说你在减肥 不要买给你珍奶喝 我给你一个珍珠奶茶的包包 这个是我在哪里哪里买的 就是很稀有的东西耶 希望你会喜欢哦 然后 然后 对 这种就是 我这个 我现在就是给提供大家范本 通常我只要开始这样讲几句 那个整张卡片就没了 然后就可以说 哦 希望你十八岁生日快乐哦 学策加油 然后什么 天天开心哦 要爱你哦 呵呵 诸如此类的 没有 我当然不会写那么多啊 我现在只是提供给大家各种的范本 呵呵 我是说 如果大家有那种 就是如果大家比较词穷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模板 呵呵 不是啊 但如果你要写很深 就可以啦 就是你可以介绍 哦 然后从我们第一天认识那时候 哦 我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后来发现 哦 你真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真的很好 然后 我真的是从哪一天 我还记得哪一天 发生什么事 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哦我一定要跟你当好朋友啊 嗯 或者是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 我很真诚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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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啊 可是我写个熟的都是这样吧 不然还能写什么 通常就是会写一些 可能平常不会讲的话 就想说 哦 哦 还有什么 没想到我们都认识幾年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这样 呵呵呵 为什么我的地瓜 我的地瓜呢 不要拔啊 对啊 我对啊 写给熟的朋友都是这样啊 我也只会写给熟的朋友 你们会写给陌生朋友生日卡片哦 谢谢 好吃吗 芬芬要分享我的干梅地瓜 好好吃 哦 哦 如果是他写给成员的哦 我想想 我觉得写给成员的也很简单吧 哦 从哪一次 假的 呃 假的说真的很不熟 完全完全完全 totally不熟 嗯 祝某某某成员 好果冻 继续果冻 果冻成员生日快乐 呃 然后 你们是要真的写 还是要那种 可能会稍微捏造 某次看到你表演 觉得你的表情怎么样啊 你的舞蹈怎么样啊 或者是某一次在哪个影片看到你觉得你很可爱啊 都可以 或是看某次你的IG照片很好看啊 从那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你啊 这种 然后 就是 谢谢你 什么 这里有点太噁了 还好 就是哦 谢谢你愿意加入亲戚批人 让我们在这里遇见 能遇见你真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是你们要正常一点 这个比较 比较夸 浮夸一点 好吧 你们可以如果捏造的话 就觉得 哦 哪次看到你的表演怎么样怎么样 被你吸引了 这种 或者是如果你们 诶 他地瓜好多 如果你们不想要捏造的话 我不知道 我要 我想一下啊 好好吃 真的假的乌鱼是认真的吗 所以要先查好 不要发生 不要发生 尴尬的事件 今年七月看到布丁跳的工业 今年七月没有工业 笑死了 或者是你就写的时候 呃 我想一下 或者是 就都可以啊 其实 我想一下 没有见过真人 或是讲到直播啊 说 某某 某某是可能 我现在讲这个 如果是某某是看到你直播 可能看到你在唱歌 或者在聊天 我觉得 就是你的直播很有趣 给大家几个 那个 现在是什么 那个教学 给大家几个称赞成员的 什么直播很有趣 跳舞很好看 唱歌很好听 或者是 呃 很可爱 很漂亮 或者是很 很用心 通常就是 就说 你真的是很用心 很认真的偶像 很积极的偶像 真的是 感动耶 也是可以 我有在唱歌 对 好想说 然后 还有什么 就是通常被说 认真的话 我其实会蛮开心的 我啦 我自己 应该每个人都会吧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就是被认同 就是 可能粉丝对你说 就是 你真的是一个 很值得 犯的偶像 对 偶像 或者是真的是很努力 就是这样的 然后希望你之后也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然后 是也不用到 一定要 哦对啊 如果如果知道 就有的时候可能他要一个 假设说我平常可能 跟这个粉丝 可能 不太知道 但是他如果就是 就是 如果收到一个 可能我不太熟的粉丝 然后他说 哦 其实我默默关注你很久了 这样也会觉得蛮 蛮开心的 就是 哦 都不知道你哦 不然你吃 哦 我看到你最近IGPO的 某某间店 我会去柴店 就会蛮好吃的 谢谢你的推荐 对 希望你能继续在你的偶像之路 继续闪耀 成为 好好吃 成为闪耀的一颗心 嗯 相见喝完 大家都相见喝完吗 觉得 对我相见喝完吗 呵呵 对生日快乐要记得 哦天天开心啊 然后 我会忘了 我好像写了 天天开心 欸 真的很好吃欸 对的 买 马属二号 什么意思 天天开心 是我在 写卡片最常写到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天天開心還可以寫什麼 不想喝綠茶 但是只要幫我拿嗎還是我自己出去 在那個 還沒有拿去冰 好玩 大家可以去看我昨天IG發的那個女生腿蠻長 還有腹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女生 很賺 身體健康 可是我真的覺得 可是我真的覺得天天開心 我會 至少我自己是希望自己天天開心 謝謝 這個 四季春 解膩解膩 解膩龜 我原本更小 我已經把它踩大了 各位 它原本更遠 是玉米拍的 玉米拍的 那天玉米就說 有沒有人留言 玉米有更多新照片嗎 我說 我沒有跟他們說就是你拍的 我昨天特別踩了一張 因為他昨天菜籃就說 昨天菜籃就看到說 你這腹肌是修出來的嗎 我說不是 這是真的 我就把我的腹肌原圖 接給他 但我現在沒辦法看 因為是在我手機裡 哈哈 不要吃太多啦布丁 我要準備冬眠 沒有啦 我要準備儲備熱量 好好吃喔 但我這個不要吃太多 我給到一股吃 給大家看 我說我吃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點晚餐 我吃一個就好 還好啦 還好啦 沒有很想再吃一個 太膩了太膩了 我剛剛就說 我剛剛說 然後這裡就說 還要嗎 我說不要 然後說 有天不來 不要 天不來 來啦天不來 天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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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來好吃 但是太油了還是不要 我今天已經吃很多了 不能再吃了 我不是自我要吃了 因為我今天真的吃太多了 真的不吃 不不不不 大家不要誘惑我了 我這個人 很善變 還好我需要撿你 不會啦 大家不要擔心我會變胖 還是不要先把話講得太 好就算我這個變胖 我也會再見到大家之前撿回來 雖然說砍完學生好像就要過年 但其實我過年通常都不會胖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我通常都是過年吃很少的人 我通常都是 我通常過年都是正餐吃很少 零食吃很多 要冷的時候 可能正餐就吃這一點點 然後就 因為有很多零食 所以就開始吃零食 然後2號還會煮泡麵給我吃 好那我會 就算我真的變胖了 我也會 瘦回來再出現在大家面前 讓大家覺得我沒有變胖耶 的樣子 OK 而且我 我最近已經吃很少 我最近就是 就是盡量就是吃很少 午餐都吃 午晚餐都吃很少這樣 就是盡量減少攝取精緻澱粉的部分 變胖就不要啦 好啦我還是好 總而言之 再來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布丁努力不要變胖 就算變胖也會撿回來的 嗯 他旅冠晚安 可是 沒有辦法 他是自己想吃神速機 不是我提議的 偶爾吃嘛 偶爾吃 我這裡的午餐都是自助餐 就是 在我學校買自助餐 然後就 飯就是一點點 然後再 加很多蔬菜 然後 吃飯的順序 好像講過很多次 我超愛講吃飯的順序 就是先把菜都吃完 再來吃肉 再來吃飯 對 就是布丁吃飯的順序 就是一直夾菜啊 我是高三孫 不會 不會延後 我為了捲粉延後 還笑死 超好笑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會 我會努力的 努力的 可以先喝糖 但我沒有糖 所以沒有喝糖 飯最後是 還好耶 我以前 我以前更 更久以前 甚至有一段時間 會真的飯嚼很久 就是 直到它那個 開始有甜味 那個葡萄糖 還什麼的 散發出來的甜味 但我最近都沒有這樣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吃那麼少到 我一定要 攪 攪 飯攪很多下 那種程度 所以 所以我就不會 攪那麼多一下了 我 我晚上會吃啊 我就是 因為 通常 因為還是要看 就是可能 三號 一號吃 什麼之類的 就如果跟他們一起吃 我就是飯吃少一點 然後如果自己吃 通常就是 就是點什麼 健康餐盒 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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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考學測 然後 還有啥 好 我會努力多運動的 跑步 對啊 它又卡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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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熱的 可是我昨天點到一件很便宜的耶 它好像 好啦 雖然說 但它在健康餐盒裡面是很便宜的 好的 學測就想加油 好了 我要再總的言之 不要再總的言之 大家一直聽我講重複的話 是也不會 是也不會生氣 但如果我要指考 我也只能指考社會 就還好 什麼比我捲個重來還好 不要叫我重考就好了 還是你們真的想我重考 反正就是呢 總而言之 我不要再總而言之 我這個人怎麼講 我還這樣子啊 好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一大堆的廢話 總而言之 總結下來 三個重點 一 請 期待布丁回來 並且想念它 但不用太想念 啦 呵呵 一點點就好 第二點 在這期間如果有出布丁的周邊 也是不要忘記布丁 不可以忘記布丁 就是第二點 這好像跟第一點有點重複 但是第二點就是 偶爾可以想起布丁的時候 在心裡默念一百遍我好想布丁 不是啦 在講什麼啦 第三點是 布丁祈禱布丁會考上好大學 一 一 想布丁 二 不要忘記布丁 三 幫布丁祈禱 好就這樣 這樣大家理解了嗎 就是 布丁跟大家約法三章 為什麼這樣看著戒指快不掉 約法三章 謝謝旅冠 旅冠 的 等一下 謝謝旅冠的愛的魔寶 沒有空白 看公告 OK 11月1號 對啊我站著 哈哈 因為不要囤積齒方 我有時候會站著直播 因為 就是 運動啊運動 對啊我也覺得很久欸 超強 好 約法三章請大家要記得喔 大學族有什麼要補充的 沒有 你要把握最後其實跟大家講話的機會 是很久沒講話 好像也還好 他不理我 休息前轟炸還是什麼 每天發文嗎 其實我 我在發那篇 就是 大家的鼓勵 就是那個海邊的那一張錢 我原本就是 我原本已經想好我要發什麼 結果我又 就忘記了 我以為我一定要把那張修好發出去的時候 我才有照片發 但是我又發現 欸 不對啊 我之前還有照片還沒發過 可是 就是 就是指拍 大家不嫌棄嗎 嘿嘿 喔對耶 我們要找一週進行 最終 最終那個 最終十點半大賽 今天不是最後一天播 各位 我就十一月才修啊 對啊 直播還有三次 三次 約法三張 好 好 準備一下 我等一下就準備一下好不好 看明天能不能 馬上發 如果明天有的話 欸明天還在放假 欸好可愛 好可愛 對我十一月才修息 大家是不是都沒有看到公告 還是 我在附送最後一次 可是 就不會大家一直聽我講同樣的東西 好 反正就是布丁從十月一號修到 明年的一月三十一號 然後在這期間 IG跟 浪Live都不會 出現 對不會發文 不會 不會直播 連 喔布丁的直播還有三次 And 布丁十月公也會參加 就這樣喔 收到了嗎 各位 收到了嗎 大家記住了嗎 對還有約跟大家的約法三張 不要再造謠了 對萬一哪一天我可能跑去找一不小心 可能他們會讓我入鏡之類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如果 if OK 好了收到 好了 好我有什麼照片趕快發一發 我盡量 對我剛剛講到一半 好我盡量這段期間有什麼照片我就 發一發 趕快 趁最後的幾週 發一下照片 布丁 布丁 今天十月十號嗎 布丁還有二十一天 三週耶 還有三週耶 各位我還有三週 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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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里安 倒數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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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全面有在準備 我不是直接三個月直接 喔我從三個月開始準備 沒有啦 沒什麼厲害 對啊還蠻久的吧 這是就是蠻早公告的 就是還有三個月 還有三個月 還有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 那個什麼 什麼 Akira送的小包啾啾 好可愛的紅色 一段剩幾天喔 禮拜三禮拜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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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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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個茶 嗨 好我們要進入今天的主題了 有點累了 好久 有點累了 可是 有點累 但還是 有點累 但還是 有點覺得 需要 站立 但還是 但還是想 坐下 欸什麼意思 我每次直播都會有主題 我的主題就是 報告我進來的現況 近況 剛剛是主題1啊 我們要進入主題2 這直播是很有主題的 好有內容的 好可愛 我超喜歡熊熊 姐不想上班的防疫熊抱 我個人是比較不想到外縣市讀書啦 但是我很想要體驗 什麼宿舍生活之類的 感覺就很有趣 但前提是要有好的室友 但我應該是沒有住宿舍 因為 應該是沒有要去外縣市 沒有這個打散 我的布丁狗 它剩布丁了 我特意留了幾口布丁 對 這瓜條吃完了 成長成長 就感覺大學就要配什麼宿舍生活 對啊 對 沒出過宿舍算讀大學嗎 那天 昨天那個誰 昨天那個誰 4號 昨天4號就來 然後就跟他聊天 因為他去讀研究所 然後 他就剛 剛去新的學校 然後 他就開始跟我抱怨 他的室友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說 他的室友都句點他 他說 欸你們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說 欸你們什麼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10月 欸你們怎麼樣 就是都句點他 然後 他就跟我抱怨 我就聽了聽了 然後 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大學就是一定要有什麼宿舍生活感覺就很不錯 然後我就說 欸可是如果我住台北 然後我讀台北大學 那我這樣可以住宿舍嗎 他就說 喔 你可以去抽啊 抽了就進去啊 然後你如果不喜歡 你也可以 隨時回家住啊 沒有人要管你 我就 哇 欸如果我出去住宿舍住了3天 再回來怎麼樣 不能吃3天 沒有他說如果 就是你入住了 但是你其實那天跟我沒有睡在裡面 只要一個學期的錢 對啊 我說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然後你就不住了 也沒有人會知道啊 他認為我是開銀行的 哈哈 我說 我說萬一我遇到雷室友好嗎 萬一 突然我遇到好的室友 然後我就真的住了一個學期之類的 你們會同意我去住宿舍嗎 不會 我想要住看看啊 感覺很好玩欸 感覺很好玩 會不會覺得大學只好宿舍生活 對 就想說 如果我是 就是 在那個 如果我 住台北 台北大學 然後 從宿舍和妹妹 別人說 欸你這什麼意思 入居比宿舍 真的好酷喔 喝不了 我去跟小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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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喝完了 等一下這個 這個是 布丁 狗 可是你不覺得就是去讀大學 然後又回家就感覺很怪嗎 我不知道 就是在我的 就是在我的邏輯中 感覺很怪 但我還是會回家 那我就想 可是你怎麼 就是讀大學 感覺就是 就一直在外面流浪的感覺 不知道欸 我一直有這種奇怪的 奇怪的認知 我一直有奇怪的認知 這個悲劇待會再說 但是假 假設說 假設 假設說 就是 就可能 就算在同一個現世代 你如果很遠了欸 就感覺好麻煩喔 好遠喔 我要講了我的悲劇了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來自我之刷 我現在有陽光了欸 大家好 我是KB40的TTPUD3 快樂在家裡布丁 剩三次直播的布丁 歡迎到這邊 這就是我的IG 有大腸腿腹肌美照 請多多關注 謝謝大家 我知道啦 對啊就是 我可能住個一天體驗一下 欸你今天沒有要再出秀嗎 借我住一下 沒事 我在開玩笑 謝謝大家的禮物 歡迎追蹤我的IG 大腸腿 你是故意的嗎 故意的嗎 笑死 笑死 謝謝大家的追蹤 可以到這邊追蹤布丁的IG 阿拉你又換新頭貼了喔 看到了 又是布丁狗嗎 看看看看 之前不是這個吧 是嗎 好可愛 笑死 是 大腸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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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我要講悲劇 今天是一個 風和日麗的 一個 好也還好 今天是天氣晴朗 應該蠻晴朗的 今天是一個 對啊 但我覺得我最近看到特別多 還是我對這個方面比較敏感 今天一早起床 然後出門去 有下大雨 好像有耶 我剛剛在家裡的時候 我就好像聽到外面的人 就說 要落後啊 我就想說 是喔 要不要落後 你發聲 我都聽得到 不過我現在在家 哈哈 啊現在有下雨嗎 現在沒有吧 啊你們剛回來也沒下雨啊 現在都沒有下雨吧 有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喔 圓龜 圓龜嗎 圓龜要來了 我知道 我剛剛有看到 親吻跑馬燈 他名字好可愛喔 我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我現在外面有沒有下雨 我懶得看了 哈哈 再打個 好然後接著 今天呢 我要講什麼 先跟大家講 歡迎追蹤我的IG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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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今天腦袋乖乖的 好我今天出門念書 我今天出門跟我的朋友們 就是眾所皆知的 玉米 還有奶酪 還有菜籃 對 今天跟他們三個去 讀書 因為我們家都住離很遠欸 我們家幾乎在分佈在各個 各個的邊邊 就是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選 選了一個 比較中間的地方 口水柱更遠 所以就沒有咬他了 他太遠了 我喝了那個啊 布丁豆漿 欸我剩10%了啦 東南西北 東西南北 欸我習慣講東南西北 但好像也沒有這麼完全的東南西北 欸我的充電線在那個 在我包包裡 在那裡 我的包包 不是啊左邊那個 那個 對 藍色的線 左青龍 右白虎 有嗎 中發白 有嗎 有 有 好欸 有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一個 就是中間的地方 中間的地方 他這有在市中心嗎 台北的市中心是哪裡啊 信義區嗎 是我不知道欸 我這個 對於台北不熟 台北的中心在哪裡 各位 為什麼 不要很不淡定嗎 中發白是什麼 不是那個嗎 麻將嗎 中山 中山 我也不知道欸 你的中心在北車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台北的中心 是北車 烏美劇場是中間嗎 中正區 烏美劇場 烏美劇場 是市中心喔 哇 中心就是指 就是中心 不是就是地理層面的中心 對 對 一百年前 地理方面的中心 城中區 地理層面的 是北車嗎 哇 我也在我心目中的中心 也是北車 我說心目中 我不知道實際上 地理的位置是怎麼樣 好 我們就假裝 然後 我知道 城中區 我說各種什麼 小南門 什麼北門 什麼西門 東門 的地方 真的假的 在內湖 好 反正我就姑且認為 台北的中心在北車好了 於是我們今天就是北車了 耶 我去了 地理的中心有位置的正中間 喔 真的假的 這是那裡嗎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 好困難 好複雜喔各位 好了 在我心目中 在我心目中 台北車站 就是台北的中心點 耶 所以我今天去北車 我去了一間 可是你知道我的高中地理完全沒有 介紹台灣行政區的這些東西 就沒有教你台北的行政區有哪些這些東西 這好像是國中才有的東西 高中就完全掰掰 他覺得這是你的basic knowledge 之類的 真的耶 我也很shock 太可怕了 交通好啦好啦 在我 不是不是 客觀的來說 最最交通最發達的在台北車站 北車 好吧我現在是北車 我就去了一間咖啡清 喔是國小齁 是國小對應該是國小 對啊可是其實其實我後來也 就是只知道 大概的相對位置 就也沒有嘴巴記起來 好反正就是 我今天去某間咖啡廳 大家可以猜猜看 猜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們就在一間咖啡廳 然後那間咖啡廳呢 就是我今天吃了他的套餐 他是一個大的厚片吐司 在家 一點神菜 再一顆蛋 然後兩片培根 再加一杯紅茶的套餐 就是我今天的早午餐 就我之前已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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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種 我也不知道 不算是那種 很連鎖的那種 破產 也沒那麼誇張吧 就是 就是 就是一間 在 捷運 第二層 捷運 跟 最上面 中間那一層 的地方 沒有 這這這這這 有點答對了 好好好 欸 好聰明喔 すごい 反正就是去 因為我們住很遠 所以就選了一個 大家很方便抵達的地方 讀書 然後我覺得那邊桌子很多啊 位置很多 然後我就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跟我的一個朋友 我不知道我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他 反正就很久以前 高一的時候 好像有一次 有一次 那個什麼 好像學校要當什麼 會考考場還啥 忘記是什麼 反正然後就放半天假 然後我跟我同學 就去那裡讀書 我就覺得 欸這裡還不錯 然後我今天又去了 好久好久 才去一次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讀書 然後 其實也不一定 我覺得他坐火車 可能會快一點 可能就是需要坐火車 沒有辦法坐捷運 喔就是他 他不能坐捷運 應該也是 我不知道 我不會 不會坐捷運欸 我不會坐捷運 我覺得還不錯啊 可是我從來說很吵 我是還好 好是有點吵 但後來又覺得好像還好 這總之我蠻喜歡的 雖然我很 就才去第二次 早上好像十點到 十點多到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吃 我忘記帶耳塞了 而且我今天 我今天帶耳機 但是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才發現我平板 忘記床間 他覺得沒電 然後我又帶的是有線耳機 我的手機又沒有辦法 插有線耳機 所以我今天呢 就只能 就是沒有 沒有帶耳機 沒有帶耳塞 沒鋪 對 但我也不喜歡太吵 我不喜歡的吵 是 我不喜歡吵 是很 可以很明顯 就是聽到別人在講什麼 那種吵 你知道嗎 就或者是 就是我可以完全聽到 他在講什麼 的那種 我就會覺得吵 但如果是那種 雜音 我就覺得 沒關係 就還好 我是要看科目 或者是 我會聽那種讀書音樂 沒關係 我就想說 算了還可以接受 就如果真的是我 可以完全聽的時候 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 就是會 被拉走 欸我有買耳塞 但我到現在還沒有用到 我今天忘記帶 對 可以當白噪音 就是有時候 不是在聽一些白噪音 就是讀書 就是 就是咖啡廳的白噪音 就是那種 但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 聽得到 他們在講什麼 沒有 我今天就是聽到 就是 對面好像 有一個 有一群人 然後他們也是高中生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講 因為他們好像去吃某間 全辣 麻辣鍋 然後我就一直聽到 他們說 欸 我們等一下進幾點 怎麼樣 然後欸 你就問那個誰 他要不要一起吃 我在想說 而且他們講好久 就是 就是我想 就是我前 就是前30分鐘 還聽了他們 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30分鐘 他們又要再講那個 圈啦 你知道嗎 我想說 你們要講圈啦 講多久 不是都決定好了嗎 怎麼還在講 雖然我也有點忘記 他們具體的內容 在講什麼 但他就一直在講圈 他就一直在講圈啦 我想說 蛤 為什麼一直講圈啦 沒有 他們應該沒有這樣覺得 不是 其實我沒有吃過圈啦 你知道嗎 我沒有吃過圈啦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吃啦 但也沒有到很不吃啦 像我今天去那個什麼 跟布丁哥合作的鍋貼店 姑且稱它為 布丁鍋貼店 跟布丁鍋貼店 布丁鍋貼店 喔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還是等一下再講好了 這個令人氣憤的一個故事 是我今天要講的悲劇 好 這個還是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們需要有一點時間順序 我們要使用順序法 避免大家時空錯亂 OK布丁鍋貼店 不管我叫他 布丁鍋貼店 不是我不是我 好 反正他們就講圈啦 好 反正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那個什麼 後來我就沒有在注意聽了 好 好像也聽到後 就是後面的 他們就在講什麼 但我也忘記他們在講什麼 真的沒有非常 沒有非常重要的話題 但是完全聽了出來 他們在講什麼 喔 他們好像就說 欸不是 欸是什麼 我忘記了 喔 我還聽到他們說什麼 電影欣賞社 然後另外的人說 欸那很廢欸 但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高中生 應該是大學生 我想說電影欣賞社 我想喔 大學也有電影欣賞社喔 是嗎 我不知道 對 我就是故意給大家換一個名字 全辣 就是 就是那個啊 你就去 打 全辣 麻辣鍋 看有沒有 好 如果你們報名牌我會聽一下 真的假的 好 反正我就是 我唯一一直記得是這一句話 其他我真的有點忘記了 因為沒有狠人在聽 欸我吃過 全點 但只吃過一次 而且是我小學 欸 小學還國中啊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吃的 喔有出可樂果 就是假的 其實我不知道 我都沒吃過 好 這個麻辣 麻辣的話題 放在後面 因為這個要連結到 我們的布丁鍋貼墊 接著呢 好就是 我在想我今天讀的是 那我 我也覺得我今天沒有讀很多 但是我又發現 欸好像有點好像還不錯 今天呢 而且我今天還差點忘記我要直播 我還已經跟我書學老師約好 我要上書學課 然後我就 我媽 對三號她就說 我就 我就傳訊息說 喔我等一下六點半上書學課了 然後她就回我說 阿你不是要直播 對耶 直接忘記 直接忘記我要直播 Sorry 但我也沒有覺得忘記 我有想起來 謝謝三號的提醒 已經提前開始放假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也是昨天才發現 我明天也有事情 我一直以為 我可以放三天假 我想太美好了 然後就 欸 喔我明天也有事情耶 OK不要 我上去的課 就說 不是啊 你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搜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再一次 你會看到我很做的眉頭 我就 不是嗎 可是你 可是 啊 不對啊 媽 媽 就我會 我會 一點哀怨 沒有啦 我記住是不是 沒學好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 我上次學課 就是會一臉 哀怨的看著螢幕 然後 繼續講 我今天早上先 我今天早上先讀歷史 我把段考範圍讀完 可是你知道 就我們現在因為是要考學測嘛 所以 結果呢 段考除了考 段考範圍還要再順便 他還會再加考 就是一二三測的東西 就幫你複習 哇 所以還要再去讀 第三測 就是 因為段考範圍就是 學測不考 只考才會考 所以通常 就是他就 他就變成 叫做歷史 他就變成叫做選修歷史 選修公民 選修地理 選修數學 好像沒有選修國文 選修英文 他有這樣叫嗎 好像沒有 忘記了 我不知道耶 好 反正就是 但這種選修 都比較簡單一些 雖然還是要讀 但就是比較簡單 像地理就是講 什麼環境的一些 環境問題 地球暖化 沙漠化 土壤 眼睛化 就是還是會跟之前學過 有點關係 只是可能講得更深入 什麼 什麼 經度議定書 整整的 就是比較偏環境保育方面的 議題探討 對 然後 像公民 公民 公民 我們公民就講 什麼經濟啊 GDP CPI PPP 就是 算一些 什麼失業率啊 什麼的 然後 3的平方 4的平方 25 然後還有 然後歷史 歷史就是講 歷史講 什麼 移民啊 毛利人 就是還好 於是我就今天把 今天早上把 歷史 讀完 但是我還是要去複習之前的歷史 所以我歷史還是沒有解決 好耶 好 然後呢 再來 然後中午的時候 因為奶酪的生日快到了 不是 是PPP PPP 是那個什麼 他中文叫什麼啊 我想一下他有中文全名喔 我去看一下他的中文全名 他們都是很拗口的東西 不是 他叫 我沒有網路 PPP叫什麼啊 中文叫什麼 就是 幫我查 生個字喔 PPP啊 他就PPP 社會 你就打PPP 沒有我今天沒有讀公民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什麼協議 是什麼指數的 購買力評價 對啊 購買力評價 他叫做PPP 購買力評價就是 就是 就是假設說 喔他舉的例子 好像是澳洲吧 就是說喔 在澳洲的薪水 可能洗癢 兩次呀 在台灣可以洗十五次 他就叫做購買力評價 那是什麼大賣客 對對對對對 大賣客 you know 那個炸賣客 對 PPP 他就叫PPP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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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來想起來了 然後 對 他就是PPP 不是TTP 也 不是 也不是 TCPTP CPTP 也不是 POPPOINT 很複雜耶 是簡稱 各種簡稱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概念 那個在念 好反正 這是公明 好 我今天早上讀了歷史 讀完歷史之後呢 喔我跟妳講 因為菜拿到快生 我剛剛把姓講出來 奶浪 奶浪快生 奶浪快生 對大家有聽過大賣客理論 奶浪生就快到了 我們今天就是 中午的時候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 因為他們就說什麼 某 某 那個什麼 他們說蝦皮免雲 然後我們 反正我們就開始 我們開始 線上購物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找到一個很可愛的 拖鞋 毛毛拖鞋 然後上面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小小 感覺有點像怪獸的臉 喔好沒差 算了 反正呢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想說 喔他送他什麼禮物啊 然後就開始滑 然後 就給他看一個拖鞋 然後就說蠻可愛的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喔那就馬上就給你 直接決定 因為 沒有嘛 但我們還是會送他可能別的 但那就是什麼其中之一 因為那個也拖鞋 蠻便宜的 好像一百多塊 然後就是 就是 想說 因為也不太確定 他 特別 就萬一我們挑到什麼 雷品之類也不好 所以就先跟他一個 選一個東西 沒有如果是他 個人他同意的話 就OK 拖鞋有沒有什麼禁忌 什麼 雙不能送鞋子 是不是 但是如果 大家沒有機會 或是就是 對方同意就OK 先不要 沒有 我真的講過就是 他會叫奶酪的原因 是他有一天就說 布林的朋友是奶酪 我說那你就叫奶酪吧 謝謝小豬 謝謝瑋哥 對啊對啊 但是我想說就是 對方 說OK 他想要 然後後來我又跟 我又跟玉米買了 拖鞋 我買了同款拖鞋 是粉紅色 然後 上面是一個 荷包沾 沒有長得很像 我說我跟他說 我送你我的照片 他看起來沒有很想要 為什麼我覺得 我這個牙齒看起來很艱難 好可怕喔 他竟然很艱耶 我是小虎牙嗎 我有虎牙嗎 我有虎牙嗎 沒有啊 喔 沒有啊 還好 還好 什麼 他就說 他是布林的配合 是奶酪 可我以前有嗎 我以前有這麼艱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你看這樣 看這樣的人 突然發現 發現 然後我們就買了拖鞋 因為拖鞋是之後 玩自習可以穿的 就是玩自習在教室 可以穿拖鞋 比較放鬆 愜意 接著呢 很開心的一個消息 就是呢 之後我們留玩自習 就可以得到一些小點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然後老師就說 會變胖 小點心 那統計了就是 誰會 就是要先統計哪一天 晚自習留多少人數 會有小點心 小點心 還是就吃小點心 不要吃晚餐啦 吃小點心啦 對吃小點心 太開心了 那你晚餐吃少一點 或是不要吃小點心 偶爾吃小點心就好了 真的好期待小點心喔 好 好沒關係 這個話題就先放旁邊 小點心以後再說 吃蘋果麵包偶爾吃也還不錯啊 有的時候阿公其實也會買蘋果麵包給我 夜點 夜點心 後來我們就買了拖鞋 牛排是什麼 為什麼 謝謝呂冠 牛排會不會太好了 因為呂冠真情告白 之後 就是 經歷中午休息之後 不可能啦 哪有那麼好啊 好 雖然如果他開始發放小點心的時候 好像是 下下禮拜才會開始小點心 不知道 不知道他會給什麼樣的東西 應該也沒有到雞排那麼好 可是小麵包阿 小麵包啦 我就猜 就是小麵包 或是他如果 就是 可以給我喝點什麼紅茶也不錯 紅茶 綠茶 對啊 綠豆湯什麼 紅豆偶爾 哇 哇 冬天的時候如果很冷 然後喝一碗紅豆偶爾 哇 小三明治 布朗尼 好我如果 就是還有在直播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我哪有什麼小點心 喔 薑母茶就還好耶 沒有 沒有太大興趣 桶圈布丁 直接睡覺 蛤什麼苦茶 小火鍋會不會太誇張了 薑母奶茶我沒有喝過耶 好像沒有喝過 沒有就沒有很喜歡 包高中 以前那什麼 國中要考高中的時候好像就有辦過這個儀式 然後就是 午餐就給我們吃 包高中 然後還有就是 喔好像就是有一個祈福 不是祈福就是 那時候就是好像什麼 學 學弟學妹什麼的 會幫你 好像幹嘛啦 忘記有點 我有點忘記在幹嘛了 好像就是 欸 他是在幹嘛 我忘記了 太久了 苦茶嗎 不知道耶 包中 我以前吃過 包高中 有嗎有機會嗎 不會啦我都不機會 我都沒關係 我都吃我都吃 喔拿筆去祈福 我要講什麼啊 休息完之後我就開始讀國文 我就繼續讀鴻門演 然後之後呢 看完國文之後 我就開始 算數學了 我在面對他 在訂正我上禮拜的考卷 然後我就開始問玉米數學 我覺得 我覺得問玉米數學挺不錯的 我覺得 他有時候蠻能解決到我的點 沒有吧我問不到 沒有啊我記得沒有 之前都沒有什麼儀式耶 喔通常都會 有一些加持的工具 文具 炸豬排 跟聖利同音 為什麼 炸豬排 是嗎 沒有放下他 我今天 可能就是從 同一個年齡層 這樣比較好 比較能夠溝通 這樣 真的 我不知道耶 怎麼怎麼講 卡 出 動 怎麼樣 卡 出 出 好久沒有念日文 卡 出 出 出 3號 卡 出 欸我超久沒念 喔 好酷喔 卡 喔 支 支 兇兇 謝謝小就愛的熊抱 卡 我突然不會 豬 支 豬 突然卡卡的 他最近就沒學了 問面 你說問面面嗎 拿豬 拿豬 喔拿豬米 的豬 卡豬動 讀完國文之後 喔對我面對數學 對我已經講到那麼後面 喝一口茶 然後 後來兩點多時候菜籃才來 因為他早上要在家裡顧弟弟 是好姐姐吧 然後呢他來之後呢 我就叫他跟我一起 讀劇本 因為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我在 多元選的時候 課程選到了一個 英文戲劇的課程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老師提前發給我們劇本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上課 要先拿劇本 然後讀 然後排練 直接演 然後 後來 他這次就發了劇本 但不知道有沒有要 演 什麼聲音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想說 我們下來讀這個劇本 其實我讀到的劇本很酷耶 就是 第一個叫什麼 Sure Things 但我在網路上找得都不太到 但就是很 很酷的一個東西 一個劇本 他就是講兩個人 然後他們在一間 咖啡廳餐廳之類的 然後他們一直講重複的話 就 就是 就有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 然後一個男的問他說 就是很 很 很悬疑嗎 很奇幻嗎 就有一個男的問他說 就說 就這個人 這裡有人做嗎 有時候沒有 反正就是 這個男的可能一直問說 喔 這裡有人做嗎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他們一直在重複同樣的話耶 對對對 就是一直 一直錄 也沒有了解感 就是 就是他們一直在重複的 他們在重複重複的話 就像 就假設那個男的 他講了 關於某一本書 他的看法 然後之後呢 之後呢 就是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 就開始回答說 然後 就是 他講完他那段看法之後 男的又問 就不知道 就是才這樣突然失憶 他說 你覺得那本書怎麼樣 然後那個女的就開始回答 他上面回答的每一句話 就很可怕 就很可怕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 好像是某一個 呃 還是什麼啊 我想一下 他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 好像是什麼 參與什麼十月革命的一個 某個 推動十月革命的某個歷史人物 不是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說得真好呢 然後他就是 他的故事就是 有一天 他被什麼 什麼 他被斧頭砍了 很可怕 他被斧頭 很可怕 他被斧頭砍了 然後 不是不是 他被斧頭砍了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跟他老婆講話 然後就是 他老婆跟他說 他在百科全書上面 看到說 他的頭被砍了 然後呢 就很 就很懸 就很懸 然後他就說 超 真的很懸 真的很懸 很可怕 很可怕的東西 不是 然後被砍 就是很迷很迷 超迷 超現實 超現實主義吧 反正就是 他就說他被砍了 然後他就開始回答說 這是什麼 然後 而且這個是沒有 他那個是改變的 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 但只是真的有這個歷史人物 他就說他被砍了 然後 他就開始回想起 他是怎樣 被什麼人砍了 然後 而且他就是 他的那個劇名好像就是 我忘記那個人名字 好像就是他的 各種 數調的變化 他只會有八種變化 就是他可能是 他就說他的圓釘砍到他的頭 但是真的有一個人 有一個革命 革命家 他就能被砍了 被斧頭 還是什麼的 羅浮仙喔 不知道 我忘記他的名字 不是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那個什麼 他那個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劇本 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但是他有八次他數調的變化 而且他就會在莫名其妙的時間點死掉 就是 在想說 就是他就說 他老婆在未來的百科全書上面 看到他數調的事實 等下他就 他就說 蛤我為什麼會數調啊 然後怎麼樣 我就被一個 加一個圓釘砍 被他用斧頭砍 對 然後又回去 就是一次結束又回去 又剛開始 然後就說 什麼 這次又說什麼 他以為他被冰追 他以為他被冰追刺 然後 又開始衝 好可怕 好可怕 超級可怕 沒有 他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很酷 他就每次都重複 差不多的故事 好可怕 找找什麼 被斧頭砍 結果是寫秋吉 我剛剛找被斧頭砍 有人寫說被斧頭砍 然後怎麼辦 好可怕喔 他結果他最後是被 應該是被 應該是被 找找 找找 喔 是是他 是他 是他 脫落 這個字怎麼念 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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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代語是 脫落 脫 sujet 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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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外國人喔 我以為你講那個 同時革命的 不是 十月革命是那個吧 俄國 對 他現在脫落此跡 我們來找找脫落此跡 他真的是被砍 他真的被捕頭砍 很可怕耶 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故事好可怕喔 脫落此跡 無產階級革命家 好可怕 我看到他的照片覺得好可怕喔 對 我有說十月革命 脫落此跡 他好像是什麼被冰搞 喔 真的喔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我不知道耶 沒有啦 我現在不在講歷史 我只是講到我讀到一個 英文劇本 反正我就是讀這兩個劇本 就是一直在不斷循環很可怕的劇本 就是一直在不斷循環很可怕的劇本 真的是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的劇本 但是他說那個劇本原種 沒事幽默感 就是很好笑 但是那個園丁什麼 他最後其實是 他是一個刺客 偽裝成 偽裝成園丁的刺客 但是他還是有在種花 他種了什麼 那個植物叫什麼 漢金臉 很可怕 抖抖抖 對 我也不理解 我不知道他那個到底是劇本還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關於 脫落 詞什麼 這字怎麼念 詞機 的 八種 數掉的方法 八種數掉的方法 都沒有寫 都找不到欸 找不到 真的很酷 沒有啊沒有 他也沒有說我們要這個 要做什麼 他只是發了這個劇本 那我們就稍微讀一下 我演兵符 我演兵符是什麼 就是很可怕 找不到欸 反正就是好可怕 沒有應該不會演 因為他就是一直重複的東西 感覺很難演 好結束 這個話題好可怕 反正我後來就在讀那個英文劇本 讀到我頭很痛 因為一直在重複 然後我又看不太懂美絮幽默 我get不到那個美絮幽默 我要演漢金臉 然後 後來讀完劇本就差不多 好像五點多了 然後 接著就要來講今天的悲劇了 接著大大大大 不是大優惠 大重點 謝謝大大大小爆啾啾 沒有因為是 就是我就跟蔡蘭一起讀 然後遇到不回 我就查這邊 然後有一個更好笑 就是有一次 什麼 因為他就說他的 他的頭顱被 伏頭砍 然後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 突然多了一個頭顱 然後他就是他的計劃 他就說 喔我只要拿這個頭顱 當然就有了 然後那個對方就會砍他的 就是不知道哪來的頭顱 就不會砍到他的頭顱 但是他最後還是數掉了 他還說他把他家 他說他家裡不能出現冰 冰椎 因為他說什麼 他是被冰椎 冰椎刺鼠掉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讓家裡不能出現冰椎 結果發現 就是他是被斧頭砍掉 我越講越害怕 我不講了 很可怕 超現實超現實 冰椎好可怕喔 好反正 我們又做了夢 欸我跟大家講 我前幾天 其實我之前就把魷魚遊戲 就是我只是看別人解說 而已 就那種 就45分鐘 讓你看完魷魚遊戲 結果後來那天 到一組就在看 就在看那個 就在看魷魚遊戲 但是他看後面好像 五六七八 欸才是六七八九 然後我就跟他看一下最後 最後面 雖然我其實也知道他前面 決定在演什麼 但是就我已經知道他在演什麼 可是看的時候 我們還是很認真看 呵呵呵 然後我們看魷魚遊戲 後面幾集 然後結果呢 然後我看魷魚遊戲 之後我就是 就是做了 做了不是惡夢 也不算惡夢 我就做了一個夢欸 我就做了也是類似什麼生存遊戲的夢 但我其實具體內容我忘記了 我還記得我還夢到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池子 然後裡面都是水銀 你知道嗎 那個公 裡面都是水銀 然後我就說 喔對 就是當初秦始皇的鈴木 也是像那樣放滿的水銀 蛤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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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是 但不是魷魚遊戲 我不知道我不是魷魚遊戲 我是夢到我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生存遊戲 然後就一大池子的水銀 然後就看到旁 人從旁邊繞過去 就像游泳池一樣 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沒有我夢到我跟魷魚遊戲完全沒有關係 我的想像力 我跟你講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看過一個就是 以前有一組 有一組漫畫很好看 就是 就是有一組人物 他們就是 喔 我之前就看了一個漫畫 還有分上下兩個漫畫 就是什麼 秦始皇陵立賢忌之類的 然後我就是 小時候就沒什麼書可以看嘛 就是看那種 好看的漫畫 然後就稍微學一下 什麼秦始皇 他們就是去 他們就是探訪那個 這是漫畫 這是漫畫 他們就是 對啊對啊 這是我小時候看的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 去秦始皇的墓裡面探險 然後就 就想到這個東西 沒有沒有游泳 沒有沒有游泳 我不好 我不好 我唯一一直記得的是這個 其他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沒有 因為秦始皇的鈴木好像是 有水影吧 沒記錯的話 就是防盜墓者 對啊 我小時候 唉唷 在哪 在哪 我去 給你們 你要去找嗎 他應該還在 我以前很喜歡看那個什麼 某某歷險記 但那個也 那個是別人送的書 不然我其實也不會去買那種書 但就是別人送的 所以我就看了 我真的還很喜歡什麼 海洋歷險記 就是這樣子 喔他就是一個爸爸 那帶兩個小孩 然後 然後去什麼 去海上冒險這樣 喔對對對 秦始皇陵歷險記 喔 懷舊耶 就是這個 他的爸爸跟他 女兒兒子 這很好看耶 為什麼上面貼我的姓名 這很有趣耶 喔 這個好像是 就是那個時候 喔 我想起來好像什麼小學吧 老實說 又可以提供書 放在班上書櫃 那時候28號 對 海洋歷險記也很好看 對對對 大海 大海 大海歷險記還有 冰河歷險記 都很好看耶 歷險記 可是這是別人送的 這也不是我自己買的 反正後來就是 我就拿 把這個拿去學校放著 給同學們看之類的 對對對 這一系列的書我覺得很好看 小時候的愛書 就常常看很多次 就很可怕 然後就是 就蠻有趣的 就蠻有趣的 就是一些歷史 上面講一些歷史 找一下水鷹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本來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去 陵墓裡面探險 就很有趣 青雪皇的棺木 你看他這邊有放 他旁邊就有一個小補充 然後就是 真的放那個 放在 一些什麼 漢代陵墓中出土的龍壁畫 雖然我那時候都不會 不會太熱 在看旁邊那頁啦 但還是會加減看一下 還是有點印象 喔好懷念喔好懷舊喔 喔 欸這個是第一本 嗯 嗯 這是第一本 這才是二 水鷹在哪裡 還是沒有水鷹 有啊我記得就是 就是他 他把那個什麼 他自己想像出來了 不是他把他做了一個假的那個啊 他做了一個假的 林木 然後旁邊是水鷹這樣 對然後沒有 他是做一個一些假衫啊 之類的 然後核是水鷹 在哪裡啊 是真的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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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真的吧 我找不找 你們等我 還是我自己在那邊那個 對啊 你看他這裡寫說 他這裡寫說 喔他們戴防毒面具 喔 這部分實情如何 還沒有人知道 因此是因應故事情節而安排的 嗯 他說 他說 有沒有聽到刷刷的聲音 聽起來像是模擬長江和大海 川流不息的水聲 對眼現在是冬天 地下溫度差不多是 摄氏-10度左右 吸入水鷹氣體的危險性較低 這裡 這裡離水鷹地方還有段距離 不戴防毒面具也無妨 對啊 他就把 他就縮小了假衫之類的 嗯 假衫 嗯 斷水鷹盒 這段距離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段距離是真的有水鷹 還是沒有水 你看 班固的漢書 班固的漢書記載的 什麼 水鷹裡面還有這個小鴨鴨 超酷的 你看他們放那個照明 照...這叫什麼 什麼燈 那叫什麼燈 照燈 照明蛋 好 反正 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小時候看漫畫的記憶是這樣 我不知道 沒有啊就是漫畫書 漫畫書 突然想到漫畫書 我剛剛為什麼會講到這裡啊 講到你做夢啊 喔對啊 我就是夢到什麼 其實就是什麼時候 喔 七十環的鈴木裡面也有水鷹 對 有一個遊戲 我剛剛有一個遊戲之後 我就做奇怪的夢 然後我就覺得 喔 這很精彩可以拍成一部劇 然後但是我早上起來之後 我就忘記我夢到什麼 太難過了吧 欸我真的要 真的要很認真的去查 所以它裡面到底有沒有水鷹 有吧 水鷹已被證實耶 所以它裡面到底有沒有水鷹 水鷹已被證實耶 有吧 有吧 我好像不是 我好像不是要玩的人 我好像不知道是什麼 我忘記我是要幹嘛了 真的我真的沒什麼影響 我好像也不是策劃者 我好像是什麼 向導 我忘記了 還是我其實是策劃者 不是不是 我可能只是工作人員 我應該是工作人員 什麼什麼什麼小天使 工作人員小天使 對 有可能什麼上帝視角 我可能是小圓形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 我真的不太記得 我真的不太記得 好像沒有死 危機百康好像沒有死 是 司馬千誠說 金石皇帝宮 水鷹做的大海 現在到底有沒有 司馬千誠說 那就應該有 是喔 好 好了 關於這個問題 因為有點太深入 必須進行深入的探討 我們就留給大家 自行想像 我們 我是四大福布丁 不是 那很可怕 我覺得他長得好可怕 三個月後再來討論 可能我三個月後 就知道答案了這樣嗎 欸我還沒講到悲劇 重頭戲 啊我為什麼會講到 魷魚遊戲啊 這魷魚遊戲之前是什麼 做夢 不是做夢之前是什麼 考你有沒有在認真聽 有人知道我在做夢之前講的是什麼嗎 準備要講悲劇 喔 好啊直接跳入悲劇了 喔喔喔喔喔 好好好 好 每個人抓的重點都不一樣的 哇喔 接著就是悲劇 悲劇到來了 好我們就讀完書了 讀完英文劇本了 讀完英文劇本 然後我們就要去吃晚餐 然後我們就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然後就路過八圈 布丁鍋貼店 就路過布丁鍋貼店 這個布丁鍋貼店 非常的令人 令我震驚 因為 真的是很可怕 好我先講我怎麼那個 首先呢我一進去 我就說 欸要什麼 我說我要一份布丁套餐 他說蛤 我說我要一份布丁套餐 他說喔好一份布丁套餐 他說那你要鍋貼還是水餃 我說我要鍋貼 他說可是現在只能辣味的 原味的招牌居然沒有 我說喔 嗯好吧那水餃好了 他說喔 可是水餃也只是辣味欸 所以我就 沒有關係 我還是可以只有辣味 雖然我真的平常要只是招牌 但OK沒關係好 然後我說那你小菜要什麼 我就說 他說花椰菜可以嗎 我說喔好花椰菜 好 接著呢 他就說好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們現在有可以加購那個商品嗎 他就說 他說喔現在可以啊有啊 然後我說喔那有有什麼這樣 他說喔你說哪一個有現貨嗎 他說可是可是我是來支援的 就是我其實不知道哪裡有現貨 還是就是你明天再來問一下 然後我幫你留個訊息 然後我說明天再來嗎 然後我就說 喔對我幫你就是留個訊息 因為我是來支援我也不知道 我就 我就喔好那不用了謝謝 就是 不懂 所以為什麼呢 然後我就好好 算了算了好沒關係 好結帳 然後後來就換玉米去結帳 然後玉米就是結帳 然後他說喔他說什麼 還要忘記他說什麼 反正就是他要什麼也沒有 然後他說他 他說要玉米農他 然後他就說喔現在只剩豆漿了耶 然後那時候我說布丁套餐的時候 他還去打開那個冰箱看有沒有豆漿之類的 還是布丁之類的 總之就是 很荒謬 就是什麼都沒有 而且那個店員好像就是 感覺就是突然 就是他好像也蠻蠻可能 就是突然被抓來 就是可能是他的朋友 請他來支援之類的 就他也完全 他也不懂 他也 他也不知道 這個店是怎麼運作的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 不是 不是這邊的店員 他是來幫忙的 對啊 晚餐時間 很可怕 然後我後來就 就 好後悔 但我後悔來不及 我想說喔算了都結帳了 不要麻煩人家 算了沒關係 然後後來就吃那個什麼 後來就吃壞的菜 然後再 但至少我有拿到布丁豆漿 這個真是有看到布丁 而且 重點重點 而且我那時候還忘記說 是外帶的那個菜有盒子 然後我就 欸對耶 那我內用我就不就沒有盒子 然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盒子 我應該也不會留下來 我 記著他長什麼模樣就好了 那我覺得辣味其實也沒有不好 我覺得辣味還不錯吃耶 而且不會很辣 真的不辣 可是我是五點多快六點就去了耶 好可愛唷 對啊我說那個鍋貼盒 我對還不一定套才沒有糖 真的是玉米他要一點玉米濃糖 也沒有玉米濃糖 然後我們兩個就 然後我就 就坐在那邊就 我好後悔喔 好後悔喔 然後他就說 他如果等一下沒有吃飽 他要再去買什麼糖咖哩 反正後來就 來了 雖然是那個鍋貼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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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還有拍下來 等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我回來了 對啊 所以我還是想說鍋貼盒沒關係 不是大家你們要聽到重點 重點是 我到現在一個布丁狗的周邊都沒有 因為我到今天常去吃布丁偷餐 我明天開始連遲三天 可是不是聽說的預購都沒來了 不知道要走到醫院嗎 因為我這幾天都沒有很想吃鍋貼 剛好這幾天的晚餐都已經想好了 或午餐都已經 一直找不到機會去吃鍋貼 今天想說去吃一下 然後就遇到慘案 就這個悲劇 真的很悲劇耶 超悲劇 笑死 對啊 因為我就是最近就還好 沒有很想吃鍋貼 我想說 它應該還要很久 結果 結果 都沒了 這麼熱門 給大家看我今天的 辣味鍋貼 而且這個它好像不太會 不太會鹹鍋貼 它這個皮都外露 它這個皮都跑出來 很好笑 我直接 氣爆 好了 吃起來還好 就 但還是好吃 但辣味鍋貼還是好吃的 而且它那個就是 那個那個鍋貼是 咬 然後就是那個餡 就直接 掉出來那個皮 直接爆開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我沒有吃到我想吃的 我還沒有拿到周邊 就只有布丁豆漿 直接崩潰 我為什麼要拿後半的跟你外前半呢 沒有 我今天很失落嗎 但真的好可愛 沒有 但我覺得辣味的鍋氣還不錯 這就不會很辣 然後我同學就說 他吃辣味喔 你是沒有吃很辣 我就說 其實也還好 我就是 怎麼講啊 我也不知道我能接受的辣度 到底是多少 就要看欸 就很不一定 然後接著要講到麻辣 麻辣鍋的部分 就是 就是 就我其實 好像 一直來都沒有很吃啊 但是後來是喜歡吃泡菜之後 開始 開始訓練自己吃啊 但還是好像還是不太能吃辣 或者是 那個什麼 起圈肌的辣度 我完全不能接受 就是辣到我要哭 很辣 起圈肌的那種辣度 是我不能接受 以這個為度良痕怎麼樣 然後 然後不能 就 但也沒有到完全不能吃辣 像那個 辣味鍋貼 我是覺得完全沒有辣味啊 就是好吃 就是好吃 但不能辣 然後 然後 所以在我生命中 我就比較少吃麻辣鍋 因為我就不太 不太能吃辣 然後三號也不太能吃辣 所以我們家就不會去吃麻辣鍋 就我還是覺得 就是對 很少吃麻辣鍋 所以我沒有吃過全辣 就是 因為沒有 沒有幾乎沒有來吃麻辣鍋 因為 我不知道我受不受得了 對啊 所以就如果真的去的話 可能大部分還是吃鴛鴦菇 怎麼樣去吧 水底 欸我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也有點麻辣 但是我忘記了 好像 太久沒什麼印象 我只記得他番茄鍋底好好吃 我只記得他番茄鍋底好好吃 不會辣燭 但就是 不能接受 反正那個起圈肌的辣度 是我會辣到要哭的那種 這個 這個 以此為度良痕 我有點忘記了欸 還是我都沒吃啊 可能 好像可能我都沒吃吧 沒什麼印象欸 就想不起來 對啊 我想要不聽我周邊有夠可愛的 不是啊 那個電源邏輯很怪欸 為什麼他來幫忙 他就不能給我換周邊 不衝突吧 算了我懶得跟他理論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配牛滿面 不知道 算了 算了 他想私場抓到 好算了 我就認了吧 我今天就是 就是 比較小小的 可憐 這樣 運氣不好 對啊 可是我想說 可是他 讓我加購跟他是支援 這件事情 應該還沒有到衝突 他不知道怎麼弄 他不知道怎麼弄 可是我 他就把他的商品拿出來給我 然後我錢給他 好 沒關係 就算了這樣 就算了 就算了 他說有現貨啊 我就說 欸 那現在有什麼 他說 他就說 喔你是為什麼有現貨的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就說 喔可是我只是來支援的 不知道不知道 蛤?可是我真的覺得他就是 完全就是 喔 可是從別家來的 做困外 他感覺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 欸 就 可能 可能是有 做餐飲 但沒做過 布丁果貼貼的感覺 喔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沒有他說 他就說 他就說 你是要問 我就說 所以 就是我想要問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店裡還有什麼 可以預購的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所以現在是有哪 哪些 他就說 你是要問哪個現貨嗎 我說對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 因為他喜歡劇源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什麼什麼 店裡只有一個人嗎 對 店裡就只有他一個人 就是重點 對 對 這是重點 忘記跟大家講這個重點 但相信大家透過這個 狀況 應該也可以猜想到 店裡就只有他一個人 超好笑 就是店裡又只有他一個人啊 超怪的 超怪的 對不對 超怪的 對 就一個大大的店裡 就是他一個小小的人 對 他就是來幫忙的 他就是 感覺就是被拖下水的感覺 我原本就是 就是 我就是 付完錢 今天我現在 對我沒有怪他 沒有怪他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遇到有趣的事情 對他支援也是辛苦 對我沒有怪他 就是 今天運氣不好 對阿 超酷的 對阿 我原本就想說算了 但我後來沒有後面 又突然後悔 我就看了那個海報 這這麼可愛 我居然拿不到 喔喔喔 就這樣 而且我就 對對好 對 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沒有 我就想說 算了沒關係 我再去別間店這樣 明天要再吃嗎 後天再吃 可是 可是不是 追一次哪個週邊 完全沒有 還是要 預購到1月喔 明天換到日主吃阿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吃 有人知道嗎 笑死我問你 你們超好笑 每天要買之前 為什麼 是問有什麼週邊 可以嗎 好好 喔 他沒了是完全沒了 是不是 是完全 完全沒了 完全沒了 預購都沒了嗎 這麼熱門的嗎 還是他庫存準備太少 波利狗 波利狗那麼可愛 好笨 那先去預購包包嗎 包包是肯定要的吧 超可愛的 好誇張喔 沒了是美線 我這次都能預購嗎 好難喔 真的很可愛耶 而且我最近餐具都用史努比的 因為3號有史努比的餐具 所以我都用史努比的餐具 我想說 好期待可以把史努比換成布丁狗 有沒有啦 好誇張喔 誇張 我以為 我可以慢慢來 殊不知 在我 考慮的這段期間 在我沒有很想吃過天的這段期間 好看 笑死 買不到了 有夠好笑 我是獅格的布丁粉 我是獅格的布丁狗粉 不是獅格的布丁粉 我是獅格的布丁狗粉 酷酷 7的布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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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突然想到我昨天 前天 好啦我還是不小心喝了手 算手藥嗎 因為 那天我 那天我們還有去買五圈藍 去幫阿嬤買珍珠奶茶 然後我們後來就7 7圈1 好我們就7圈1 對對對我那天又有發現 7圈1 但是其實 林野宇很喜歡那個企鵝 就是那個 那叫什麼 忘記叫什麼什麼 他叫他名字叫什麼 就是那個藍色的企鵝 就是那個 最近有展覽的那個企鵝 他很喜歡傳那個企鵝的貼圖 他還說他會去看那個企鵝展覽 但他其實蠻喜歡那個企鵝 藍色企鵝 好接著 我剛剛講到哪裡 好對 就是 然後呢 我真的就是去五圈來買 然後我就是就沒有 突然沒有很想喝 結果我吸引力都被7圈1的新品 都被7圈1的新品 那個叫什麼 黑糖珍珠燕麥奶給吸引 我就買了黑糖珍珠燕麥奶 因為他有在特價 我最近追蹤了一些美食賬號 但我也沒有真的就是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只是剛好而已 剛好而已 我覺得看美食可以療癒我心 但也不會到很想很想很想吃這樣 所以我還是有追蹤一些美食賬號 喔PP mini 很可愛欸 好反正我去買了 但我一直覺得這燕麥奶很夯 還是我的錯覺 其實他一直來都出現 其實我沒感覺 好反正我就去買了 然後這就是 嗯 怎麼講 我也不能說他好不好喝欸 但是 他就是一開始很甜 然後我後來就是找一些評價 然後就說什麼 攪一攪就不甜了 但是後來冰塊融化的時候 他就突然變超淡 就味道就很淡 然後我後來就是加自己加牛奶 就是 我是不會到越看越餓欸 我也覺得很療癒 但是他的珍珠就是黑糖珍珠 就是還蠻 有一點 感覺有點珍圈丹的珍珠味吧 就還不錯 但我覺得他 因為他之後好像會回到他原價 我應該就是不會再買他 就之前有一次我也是買他們 七圈一的黑糖珍珠鮮奶 但也是就冰塊融化之後就直接變超淡 我就 就再也沒有買過了 我也會這種食物這樣 他常常有時候跟我看食物 對 軟軟甜甜的那種 對阿 就直接融化 不融化 就直接融化 融化然後變淡 但我今天 今天 後來那個玉米 他就去買化圈奶茶 這家是我的就是 就是 我很少喝 我好像只喝過一兩次 但是我以前去補習班的時候 就常常看到別人桌上一杯 你知道 就是補習街嘛 那邊就有化圈奶茶 對 然後 然後今天玉米就說他很想喝 然後就去買 他是買什麼奶綠加珍珠 但是我 其實好像之前 之前好像有喝過 還是沒喝過 我忘記了 但沒有喝過 好像沒有喝過什麼 加珍珠 好像是有喝過奶茶之類的 很久很久以前吧 然後他就去買 我又沒想說 還是我應該買一下奶綠耶 但我想說 我有布丁豆漿了 今天已經不行了 OK 反正就沒買了 然後他就買那個什麼 奶綠加珍珠 結果他的珍珠蠻好喝耶 我覺得我以後 下次如果再去的話 有再經過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 喝一下啦 喝一下那個什麼 奶綠加珍珠 說到奶綠加珍珠 上禮拜 是上禮拜嗎 上禮拜好像 我跟一不小心 我們去哪啦 上禮拜跟一不小心在幹嘛 是上禮拜嗎 有點忘記了耶 我們去吃飯嗎 還是吃罐嗎 還是吃罐嗎 你不是我發現的痘 有嗎 喔醉耶 喔 我們就是 對小魂妹 我們就是小魂妹那天 後來我們去買那個 樂圈 那家店 然後累積他就有優惠券 就是 拿一個瓶箱可以便宜比較便宜 然後我那天也沒有想喝 但是想看我優惠券 然後就 喔好啦 但至少我沒有 對 但至少我沒有買那個什麼 四季什麼 柏野青 他好像叫什麼柏野青 因為我之前喝過那一間 什麼四季柏野青 我覺得沒有很好 所以我就 我就看 欸奶綠 就想說 喝一下奶綠 結果那個時候 我甚至有講過 我有講過嗎 我忘記了 好反正他就說 免費加珍珠 我就 喔 好懶 免費喔 好好加 加爆啊 所以我上禮拜一次嗎 上禮拜 喝了奶綠加珍珠 對啊 他有很多個欸 就是 就是 可以換 比較便宜 沒有啦 你們聽到的就是 剛好而已 我就是 只有把我 喝的時間 拿出來講 我不喝的時間 我當然沒講啊 在他們的 手機綁定裡面 沒我的事 我負責吃 跟花錢 就好了 真的嗎 可能也是 上禮拜的事情 好了 我今天講太久了啦 怎樣明天不用上學 就 就可以播這麼 不行 明天還有事情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這裡 好我在努力的珍惜 跟大家的相處時間 天 明天假日 多放一天 但我覺得這兩天也過得很快 我今天在幹嘛 我今天在幹嘛 我要一直起床 然後讀一下書 然後就出門去了 嗯 請接回去來 嗯 謝謝君彥 喔 昨天啊 我快速報告昨天 喔 我昨天喝了 這下手揚嗎 春圈糖 我昨天吃春圈糖 然後3號又點 超大杯珍珠奶茶 我喝了幾口嘛 好了 然後我最喜歡的 真真 不真圈糖 春圈糖的 紅心檸檬芭辣綠茶 還啥的 紅心芭辣檸檬綠茶 還什麼 那超好喝 每次一下都喝完 那那超好喝 好喜歡紅心芭辣 我超愛紅心芭辣 紅心芭辣檸檸檬綠茶 也超好喝 沒有就是剛好 你們聽到 就是 就是我這樣 啊算了我不變姊了 我不變姊了 但我最近有變瘦你知道嗎 我最近 自從我少吃一點精緻澱粉之後 我就變瘦了 我今天提到很多 提到超多 我會自動 自動加一個圈 真的少吃一些精緻澱粉 我這次那個什麼 喝飲料的頻率是真的有降低啦 真的太猖狂了 好反正就是有變瘦 大家不用擔心 OK 不可能不可能太可怕了 不行 無法接受 好了那 我要講什麼 然後然後後來吃完 就是之後就再讀了一下書 然後就回家 然後就開始跟我的 sister 我的 就跟嗜好 她就來 稍微聊一下天 然後去外面買點東西 然後再 喔 然後昨天晚上 對喔 昨天晚上就跟我朋友們開視訊 然後我們就視訊 喔 那今天對 隔天就今天 然後就約好讀書 就這樣 很充實 欸 而且就很突然 就菜籃就突然打給我 而且她 她的弟認得我 她的弟會叫我布丁姐姐 超可愛 她的弟就是布丁姐姐 好 反正這就是 布丁的兩天的 假期在幹嘛 OK 對 不行 你們不能叫我布丁姐姐 我是七歲喔 各位 好的 她弟才兩歲還三歲吧 念榜時間 第十名是菜馬 雪雪 第九名是 幻影戰士 第八名是 空白 第七名是 君彥 第六名是 BEN 阿BEN 好幾次 你為什麼要偷看我一眼 第五名是 不想上班 第四名是 阿Kia 阿拉 第三名是 阿拉 第二名是 小豬 第一名是 阿露米罐 好耶 好可憐 我講話講好多 謝謝大家 不要叫我布丁姐姐 我很好耶各位 為什麼叫我布丁姐姐呢 為什麼呢 閃眼 是 Niyoki 好好笑 好好好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阿拉 露米罐 可以啊 可以啊 對 我們還有那個 重要的 僅存幾次的 各位的 小獎勵時間 算了反正我們 明天假日 就不久一點 蟲粉餒 蟲粉大絲 可可可可可可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的支持 你們 真好 沒事 重 你要講阿笨還是笨 重粉大絲 我覺得蠻不適合 有幼幼胎 我其實沒有 沒有到特別喜歡小孩 普通也沒有討厭 好好好 蠻猛 騎著她車 阿笨一起騎腳 她出吧 蠻猛 騎著她車 蠻猛 蛀 謝謝大家 來來來 我自己就是有了 笑死 好 如何 你有想要騎輪車了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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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不會小孩 小孩 正三歲 還是你想要騎什麼 越野自行車 我會騎腳踏車啊 從臭扁 好的 恭喜我們的扁罐呢 從今天開始正式升格為 正常的旅罐 哇 又被壓扁了 就是你 歡迎回歸旅罐 恭喜你變回旅罐 神秘的儀式 耶 道具組給你授權 道具組給你授權 你要說恭喜變回 阿露蜜罐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可能可能如果我有空的話 再說吧 再說吧 恭喜你 對啊 你上次被我 扁為扁罐 恭喜恭喜 上次還有誰啊 艾拉嗎 是嗎 是嗎 我的記憶力可靠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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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指定過了 真的假的 完全沒印象 記憶力不可靠 這次有 這今天有啊 今天 今天是誰 今天是旅罐小就按啦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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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有啊 杜珠花姐 好好餵 阿水 那个 艾拉学长 你可以陪布丁去逛杜珠花姐吗 我是可爱的小学妹 小萌新 兄弟带我去 兄弟、天马 兄弟、天马 兄弟,天马 兄弟 拜托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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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 小猪 那小猪 小猪 你可以選定一個小致腸 不過你要Pose也可以啦 隨意隨意 阿你想要叫我做什麼 不要觸碰什麼兔子的禁忌就好了 對 慢慢想 反正我還好 明天沒有上學 比較還好 對 不要觸碰什麼 觸碰那個兔子的禁忌 算阿他是禁忌阿 或是不要叫我做醜醜醜醜的東西就好了 我沒有說我自己是小可愛 我說我是小萌新 我說小可愛嗎 我覺得我是小 我忘記了 隨便啦 蝙蝠俠是什麼 不行不會太難了吧 蝙蝠俠 其實我對那些英雄都不太熟 都沒有什麼 沒有看過什麼 之類的 對啊 007你說 沒看過齁 我只對小醜醜比較熟 但我只都聽他的主題曲 但我都沒有看過電影 欸我們要去看電影欸 我們之前那個 之前三號生日的電影票 我們還沒有拿去換到十月底 要記得去換 是十月底嗎 你會不會太年輕嗎 最近是不是沒有什麼特別好看 有卡通 卡通 撒嬌可以 可以阿 你想要哪個類型 你可以講一個情境句 蛤 猛毒 那是什麼恐怖的嗎 那是什麼恐怖的嗎 那又不是什麼喪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沙丘喔 有沙丘喔 之前同學叫我問我要不要看 我說還好 最近好像 我都沒有特別感興趣 不過這個感興趣的片電影是什麼 卡通 不一定欸 就是好看 很不一定欸 呵呵 應該說好看的都會看 不好 呃 流行的會看 不是 就是 很難講 很不一定欸 通常很少是我自己說 喔我要去看什麼什麼 通常就是 可能在眾多選擇之間 選擇一個 可能通常是比較偏好 好笑 好看 或卡通 呵呵 真的很兩極 喔或者是 對阿 或者是什麼 日 日本的 電影之類的 我其實也不確定 到底看哪類欸 三小時好久喔 驢子當家 我也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欸 但我其實看過的類型蠻多的阿 或者是看那種也不錯阿 什麼 明天過後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這種 比較 大 大製作的 呵呵 不然脫稿玩家 也很好阿 災難片 我好像蠻常看災 我們家蠻常看災難片的 我們當時來看那個什麼 忘記那叫什麼了 天節倒雪 喔喔 好像是吧 類似這種 我們家很常 我們家很常看災難片 不知道為什麼 欸 我有看過史瑞克嗎 我沒有看片包超人欸 或是看日本動畫電影阿 什麼 你的名字 這種的 還有什麼 通常就是這方面的阿 那個什麼 小豬他想到了嗎 你想到了嗎 他說撒嬌 可是哪方面的 哪一種撒嬌 可以給我一個 什麼小清淨之類的 喜劇壞阿 誰不喜歡看喜劇 誰不喜歡看喜劇 對阿 通常會看討論度高的 沒有欸 什麼梗圖 通常就是會看討論度高的 就是最近流行什麼 就會看一下 對 但也有看過恐怖片 傻嬌 叮 叮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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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看到你 小豬 好久不見 希望可以趕快見到你 你雖然可能要等到明年 但你明年要記得來找我唷 拜託 我看過阿 我看過 我看過 我看過紅衣小女孩2 還是幾 應該2 然後還有 我看過 立陰宅 沒了 我只看過2個 我還好 這是什麼玩命關頭 不可能的任務 我好像看過一次 都不喜歡 我又看錯鏡頭了 太棒了吧 我不敢阿 我記得那個什麼 紅衣小女孩1開始 就很可怕 我就覺得這樣 還是 我就是會怕還是會偷看一下 但我覺得紅衣小女孩後面 他後面比較感人 我記得我好像 中後段 我就開始哭 或者是看到什麼 與生同行阿 這種也不錯 總嘛 就是大概那個 那個範圍 就大概那些 主角是 是女的 是女的吧 你人真好 你好貼心喔 好了 大家 大家 雖然我之後會暫停活動 但是不要忘記 等我回來 就可以馬上來握手 會找我了 所以大家 請大家 也要把你們的卷填給布丁 這樣才可以馬上見到 考完學測的布丁喔 還有旅關也是要記得 甜卷給附近喔 不要忘記我 不要忘記我 拜託大家 不要忘記布丁要 來跟布丁握手 第一次見面就是握手會耶 記得大家 還要到二月 這我相信 會馬那麼早就出來嗎 好 OK 我接下來三次直播都會提醒大家 你等真好 沒關係啊 你可以找別的 我自己宣傳 對啊你看你們可以 我考完馬上就跟我握手耶 可以 我可以好好跟你們 分享第一首消息 是我最近怎麼樣 第一首消息耶 就在握手會聽見耶 跟你講小秘密 好了 反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 喜歡這 今天的直播 然後最後的三次直播呢 分別在下禮拜五 下禮拜四 跟未知 對 好 反正就是這樣囉 希望大家下次 下下次 再來看布丁的直播 珍惜跟布丁 相處的短暫時光 什麼消息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啦 掰掰 晚安 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我今天播了兩個半小時消息 掰掰 晚安